让手有挡直呼真香的联莫重磅起见 今天终于来了 它就是刚刚发布的荣耀80GT 如果没有第一眼 就让人惊艳的外观 那它只能是一台普通的性能机 作为性能美学新标杆 荣耀80GT采用全新星系速感美学 提供三种配色 通过宇宙星空配色 与星际弦窗双镜设计融合 带来极具个性与辨识度的科幻气质 更关键的是 它只有7.9毫米的厚度 重量仅187克 科幻气质中 荣耀80GT还拿捏了游戏党的喜好 6.67英寸AML流性直屏 120Hz刷新率 最高300Hz触控采样率 为游戏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得益于背部弧面设计 相比直屏加直边的设计 它兼顾了游戏操控和握持手感 另外 这块屏幕还支持行业领先的 60fps运动补偿 给你带来更沉浸的视频观感 同时支持 2160Hz高频PWM调光 更呵护你的眼睛 它的外观我很喜欢 它是游戏体验的 大可放心 在硬件上 荣耀80GT带来了 骁龙8家和超帧独显芯片的 旗舰双星组合 并标配12G超大人 最大16G可选 同时在架构上带来了冰封冷区散热系统 令在软件层面 发挥荣耀平台及AI强大实力 确保游戏性能表现 先来看看实战表现 和平精英流畅加90帧模式下 荣耀80GT从开始到结束 几乎顶着90帧跑 最终 平均帧率稳定在89.6 抖动率0.3% 最差6帧6帧 这个成绩甚至比一些8进2机型 还要稳定 做最强的8家手机 只是稳定好像不太够吧 所以 前面提到的超帧独显芯片 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支持M1MC功能 能够对动态画面 进行实时的运动补偿 同时 还具备实时的HDR画面优化功能 在独显芯片的加持下 荣耀80GT 支持帧率增强模式 可实现帧率倍增 包括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原神等游戏 可插帧到90或120 支持的游戏高达29款 值得一提的是 在提升游戏帧率的过程中 独显芯片能为CPU GPU减负 因此 在实际帧率提升的同时 也有效降低了 整机的功耗和发热 那套散热系统肯定很一般咯 非也 如此稳定 持久的出色发挥 荣耀80GT的散热自然不差 冰封冷区散热系统 即更轻 更薄 更低温一余升 做到了轻薄设计 与超强散热的完美平衡 不仅好看 好玩 荣耀80GT还好用 搭载全新Magic OS 7.0系统 支持包括荣耀笔记 荣耀剪辑 拥有建议 智能护联等功能 极大的提升的用户 跨设备 智能协同 以及移动办公 与用机安全体验 同时 旗舰级MX800超大底注射的加入 可满足用户多场景拍摄需求 另外 荣耀80GT搭载的66瓦超级快充 4800毫安大电池组合 不仅续航场回学也更快 除了性能美学新标杆 荣耀80GT 一并发布的高性能办公娱乐平板 荣耀平板V8 Pro 同样看点满满 它即天机8100旗舰芯芯片 144Hz 2.5K屏幕 Magic OS 7.0操作系统于一身 搭配全新的触控笔和智能键盘 带给用户高效的生产力体验 本期视频的文字稿 就是在智能键盘的帮助下完成的 这类轻量级的办公 整体体验 我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另外 手写笔与荣耀超级笔记功能的组合 非常好用 无论是线上学习的学生 还是工作档 提供全能助力 实现更高效的五指化办公和学习 在影音娱乐方面 作为首款MX认证平板 经过荣耀与MXFund的技术合作 与细心精调 带给消费者比肩MX引人的大评音体验 总之 荣耀平板V8 Pro在我看来是一款全能的平板 外观设计 硬件性能 生产办公 以及娱乐 每一个维度都拿到了很高的分数 左手拿 素能美学新标杆荣耀80GT 又手持平板效率之王 荣耀平板V8 Pro 这个春节 我要在春里 横着走 诶 学庆 别睡了 别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